大家好我是尚特 最近片荒就一个手斗点开的新实际 那真是打开一世纪的大门啊 让我在想打人 可以闪去精神并被挂得号的冲动之间反复横跳 这么奇妙的体验当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感受到 你们全都陪我一起下试一起看 哈哈哈哈 这是一部一开场就有好多罗男从手里面蹦出来的动漫 这是一部有着大冲头的天才中二科学少年 一不小心遇上世界末日 于是决定丛林开始创造人类文明的热血故事 话说我原本以为是男二 但其实他是男主的男主 千空 有着一头你绝对不会认错的冲头 作为科学社团的社长 他是个热衷于各种科学时间的天才 不仅各种化学是了然于心 就连心酸医学厨艺 反正各种有用的没用的他全都略懂略懂 简直是千年难遇的史诗级天才 而这样的天才男主就好狗硬的遇上了千年难遇的史诗级灾难 这一天突然遇到诡异的光笼罩了整个地球 所有人类在一瞬间立刻被石化 无论是正在进行告白的躁动男女 还是各种开飞机的开车的倒霉人 包含男主都在瞬间被石化了 只能算身体动不了 千空的脑子还是很清晰的 他只能够不停的心酸的秒数 记录着自己被石化的时间 就这样过了约3700年 没错男主就这样从秒开始心酸了3000多年 只心酸了一分钟的不美都表示佩服 这天 某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具有腐蚀性的神奇异体 恰巧地道的男主身上 让他终于从石化状态复活了 由于全世界的人类已戏灭绝 这3000多年下来 地球已经彻底变成了动物主宰的世界 社会文明全都没了 维持生命三要素手机WiFi冷气一样不胜 在原始丛林里 人类直接退化成了无毛猴 甚至还被路过的猴子嘲笑 哈哈那这猴子竟然没有毛耶 而且为什么尾巴那么短还长在前面呢 就一个惨字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打击天才男主的心 他下定决心要破解这个石化的秘密 并且运用自己脑子里的科学知识 丛林开始创造人类的文明 这部动漫当时刚播出的时候 讨论度就挺高的 主要就是这个开头非常的有创意 主线以男主想办法复活 其他自己一样被石化的人 然后众人和利用最原始的方法 制造出以往看似唾手可得的 各种物品的重点类动漫 从火焰、衣服 到酒精、火药、铁器、玻璃 甚至是电力、抗生素 乃至于手机等等等 每次男主造出一样新东西 总会配上RPG的某某东西GET 总有种过关的爽感 许多科学小知识有趣又好玩 一点不枯燥 反倒有点热血 每一集片尾总是会一再提醒 本片中出现的所有配方都是真的 不要尝试以免犯法哦 可以看出来在科学参考上 这部动漫还是有点东西 每当男主完成了一项巨大的挑战 例如说在灯泡诞生的时候 真的有那么点感动 并且幸好这个鬼后鬼叫的咆哮弟不是主角 这位老兄大树 就是那个在告白的时候惨被石化的同学 也是男主的好基友 标准的肌肉笨蛋 在男主研究出复活意之后 被他所复活 作品早期成为他专属的搬运工和小弟 原本与无脑少女漫的发展 一定是让这个笨蛋到男主 这我差点气掉 因此当他被男主感觉反派到你卧底的时候 我真是差点起立鼓掌 看有脑的男主努力经营他的科学王国 真的比无脑的肌肉笨蛋整体为了女朋友 真好看多了 但但但但 最后当我快被科学王国收服的时候 你却不可避免的会慢慢发现 Bug真的好多 首先就是随时剧情发展 男主的科学之路 真正受到命运的男生女神 奥林帕斯诸神的眷顾 好狗运到一个不行 就说男主得人之前遭遇了狮子群的追杀 命血泥陷之际 只好复活了路边的这个号称 灵长类最强高中生 斯 直接斯同学随手一拳 万寿之王狮子 你可避雨长下 这里我就有一大堆问题冒出来了 首先这个灵长类最强高中生 到底谁疯大 你没跟日本拳王墓之内一步 或是世界千球记录保持的虎杖打过 你好意思吗 再说这个一拳打爆狮子 无松打狐还把棍子都打断了呢 阴村打熊身上都挂了好多彩呢 这个一集比赛也太bug了吧 而且狮子是母师父的授业的好吗 你打包带头的熊师 基本上情况应该是剩下的所有狮子 全都冲才把你吃的渣都不剩吧 如果说这就是一部无脑少年漫的话 我当然不会要求很多 但问题就是你是一部打的科学旗号的动漫 男主的口头才能救世 没有科学无法解释的是 科学就是经过一步步小心的验证所得出来的 你不知道你表现出来的 恰巧就是在打男主的脸吗 反正这个丝就是一个bug中的bug的存在 就随便他啦 谁让男主又不是城市设计师 后来由于男主和丝在对于复兴人类上的见解不同 丝就创造自己的私地国去了 而千鸿则找到了一堆石化事件的幸存者的后代们 打算建立科学王国与之抗衡 刚走了一个bug 实无不知进入了这个石神村才是一系列bug的开始 首先男主的瓜子越开越猛了 就拿这个人类医术的一大里程碑 制作抗生素的过程来说 尸身村中的巫女琉璃胜的重病快死了 男主为了救他 就打算做出号称万灵药的抗生素 但但但是 再怎么万能 闲持药再诊断是什么鬼 没错在开始制造抗生素之前 男主甚至连问都没问 这些快乐同伴们琉璃的症状是什么 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取硫酸啊 去制作电磁铁 看其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 琉璃的病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的 所以他如果是某种遗传性的心脏病怎么办 再次强调你连他是咳嗽的胃痛的还是心悸的啥都没问 他要是抗生素都不见得有用的肺结核怎么办 而且这些人的祖先全都是因为就同一种病死翘翘了 他们得的就不能是COVID-19吗 照动漫的时间应该叫做COVID-38 那这要怎么办 反正说找个理由骗所有人帮你知道抗生素是对了是吧 又不指望你有多厉害的遗属 但卡帽尼连问者都没有啊 直接给人家吃药之后还听着个屁啊 真幸好你遇上了世界末日 不然你绝对被病患家属告死 但无奈男主奥林帕斯诸神庇佑啊 恰好琉璃的病就是抗生素能够对付的单纯肺炎 因此他就被治好了 来拍手拍手这不是bug 是男主的奋斗感动的天地啊 同样bug满满的还有男主没有血缘的老爸 这一群太空人因为事发支持身在宇宙 因此没有被石化 就此成为全地球为六的幸存者 好第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只要在太空就没问题的话 现在有在运营的太空站就有两座 本座升星开始是2038年 应该只多不少吧 其他太空站的人呢 随便当作在降落石头摔死了 这边这六位太空人发现地球被石化 只会赶快回到地球啊 但地面是负责引导的NASA的人全被石化啦 降落很困难啊 原本我还担心那将要怎么降落呢 一场人类与大自然的制度就此展开了吗 不 直接画面一转他们就成功降落了 虽然严重偏离目标但毛都没掉一根 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 幸运女神出手把你们从太空接回了地球吗 这里除了硫酸女神之外还有别人隐藏的生命吗 原来是不魔幻动漫失敬失敬 就把大气层当个屁 反正这伪六的幸存者就降落到一座无人岛上了 试问这六个受过NASA专业太空人训练 挂号算有一个是去太空旅游的 下挂号 专业知识显然是比一般死老百姓高一点的成年人 现前千空的老爸还发生豪言壮志 我们都要去救我们 全人类70亿人 看来复兴人类科学就由他们开始了 结果他们做的什么呢 整天吃饭睡觉打泡 有空编什么百物语 告诉后代说狮子大猩猩很可怕哦 为了哪天我来自复活 我要留一些话给他哦 就是完全没有想要留下一些人类文明的后人 你写个科学笔记也行啊 石碑会被磕 叫小孩被个元素表行不行 要我再给你放一次你说过的话吗 就只想着生小孩去了 导致3000多年后的后代 文明停留在青铜器时期 又有一个为了让主角耍帅和百难的大人 你们把全人类的命运丢给一个高中生 好意思吗你们 更何况连他们的后代都没增加多少 科学家们刚好三男三女 组成三对 除了无人岛上的后代之外 后来之前还搬到日本去住了 地方大的资源多 竟然3000多年才只有这么一个村子的人 还比不上四半年内复活的四帝国的人数 所以说你们这些科学家每一方面都是那么的失败 而为什么要在设定上说 这个老爸跟千空没有十只血缘关系呢 就是要避免校图他一直很喜欢玩的这种 真真真真真书工这种情况产生啊 所以说他跟那时的关系 就变成他跟自己的真真真真书工谈恋爱 这种感觉 现在的没料打死不会是在跟自己的真真真真真 说女谈恋爱之类的吧 这男主之后就算跟村里的任何妹子谈恋爱 都是没问题的事情了 爸爸都帮你解决咯 虽然是真的很欠嘴的事 大家是不是对原始人有什么误解啊 这些人只是原始人不是智障啊 只有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些生活在满是猛秀的世界的村民们 他们还没有防卫意识 村门口只有两个小兵镇守 好歹他们的村子还是建在这种有点天然屏障的小岛上 在村民就会被人从这么高的敲屁上爬上来 放火把整个村子烧了 跟整个赵军中竟然是李牧第一个发现敌人一样 这村子没几个撩望兵吗 搞得男主在多富斯帝国还想发明什么手机 这是手机的问题吗 我觉得男主就用各种借口来发明他自己想发明的东西 也不管CP值或是不是火烧屁股命在旦系 而照理来说在满地猛兽的环境 生长出来的村民们 至少战略绝对是比安妮的现代人高吧 但这些原始人们连警觉性都很差 在战斗中随便被别人从背后偷袭 反倒被司復活的这几个家伙 比原始人还要原始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敢说出这一句 你没有禁止去杀泡尿 到底谁比较像原始人 请问司到底是在21世纪的日本的哪里 我来切野生人种 哪个暴走族的老窝妈 而且说这些村民是原始人 不知道火药科学 甚至这个世界被实化的真相 人却知道离婚 差异 绅士 吐槽 这些对生存没屁用的流行用语 所以老爸你到底是在百物园里面教他们什么啦 反正他们祖先都是这副德性 我也不意外就是了 为了衬托男主的天才 其他人都蠢人要死 就例如说这个胃男主大树 天哪这真是高中生该有的智商情商嘛 这闪下我勾引的桥段 这是当千空用烟熏的方法处理肉品 说将产生的某某化学反应可以杀死肉里的细菌哦 大树表示 啊你是在烤肉啊 出现了 穿梭中的智商型角色 我也不知道熏肉能够防腐的确切原理 但是能把烟熏说成烤你不是笨 你是小时候脑袋敲到了吧 愚蠢就算了 原本还以为大叔至少是个绅士的纯新男子 在复活新年的女生时 哎呦他裸体呢不可以这样复活他 哇哦真是贴心的好男人 结果你帮他准备的衣服是什么鬼 色情绑带洋装 你还不如让他裸体呢你就色胚 这样他跟你们这些男人穿一样的款式不行吗 还有就是最常见的 这些日本漫画家编剧到底是跟女人有什么丑 基本上只剩坏女人和愚蠢猛妹 虽然都是男人保护还奋斗的目标 难得见到一个在男人队中非常能打 甚至是能吊打全村最终的勇士的那种 直接担任主角队的武术指导 但我却完全爽不起来 因为剧情处处都可以给女主贴标签 每次都踩中我的雷电 例如说男主和阿哥在收集石头 他每次都会在旁边表示 啊男生做的事情我都看不懂耶 当他们在讨论一些科学的事情时 啊他们又在讲奇怪的事了 反正我还是听不懂 无脑精法牛克版GET 女主太能打 因此阿哥每次都在那边嘴 阿妮看个大猩猩有只母狮子 只好嘴玩秒跪 男人婆克版GET 重点是在桥段一次两次三次 就是玩不腻 哈喽你们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吗 现在都什么时代 还有这种嘲笑女人是大猩猩的台词 而就算是结合动漫 他们是原始人的设定 反而更不合理了 也许很难想象 但是史前时代的时候 女性的地位反而不低 母系社会甚至是主流 因为那时无论是农耕还是采集 都必须仰赖女生出非常大的一份力 而在这种还会面对赤刃猛兽的原始村庄 力量显然就代表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村长会无问人品 只将选个最能打的人当下一任村长 因此全村最能打的女主 是根本没有可能会因为她的战力被嘲笑的好吗 反正什么母狮子大猩猩 都会变成一种称赞的形容词 对反正可能只要猛就好了 逻辑不重要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其他所有的女角 除了那张一模一样的脸之外 也都是一如既往的纯且呆猛 大树的女朋友 蒙昧点GIF 西瓜 嗯 近视的蒙昧点GIF 琥珀的姐姐琉璃 病弱的蒙昧点GIF 还有容我吐槽一下 这个未抗争色的画面可以再暧昧一点吗 金 可疑少女幼死16岁少女 吞下成长在长条容器上的白色物体 只要打个马 立刻就可以卖给八卦报纸变头条 听名字很酸 但还是个蒙昧点GIF的燕 竟然被男主用棉花糖就收买了 这个话一大堆钱去太空旅游的歌集 是个会在密闭空间大声唱歌的智障 如果我是他旁边的这个人 一定揍死他 点GIF 所以虽然丛林创造科学还是有那么点燃 但在看动漫的时候 我简直是在兽型 是我老老不配看少女动漫吗 话说后面还有不少剧情 但实在是草点多到我的稿都要爆炸了 真的想看我继续嘴他的 我在考虑要不要多出一集 反正当一部欢乐学科学的动漫还行啦 我却一致一下我饱受摧残心灵了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点个赞 顺便订阅一下 不然消费可能都要屎化了 也欢迎加入会员 一起壮大消费的后宫 我们目前的小主名友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 掰 真的比无脑的肌肉动 英雄 英雄是谁 英 英春 而时空则 骗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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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避免消费一直很喜欢玩的这种 骗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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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不是了 為了 是我老了不會看少年動漫嗎